相信大家都已經看了非常多垃圾傳統媒體的瘋狂洗版 洗得不外乎都是同一個人 孫安卓 最主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的 一名來自台中的格鬥選手 稍打季韓森 在全院最新的選秀節目上 他擔任導師 並且發了孫安卓一巴掌 有沒有想過那些選手在台下被你評分的時候 他們是什麼心情 恰恰小 恰小啊 那韓森有給我一個三明治 但是他忽然 忽了一個巴掌之後三明治不見了 其實我是在找我的三明治 但是我發覺不對 隨後在10月12日台中的全院比賽主賽上 兩人將在鐵龍對決 你可能不認識這位台中騷打機的韓森 簡單來說好了 他曾參與第19屆全院格鬥賽 對上同為更生人的阿龍 兩人PK後拿下了勝利 後來擔任全院節目的導師 總之你可以理解成 他是一個格鬥愛好者 那我直接說我對孫安卓這場比賽的看法好了 我認為安卓會被打爆 這樣講可能太直接 當然你可以當聽聽參考就好 首先我會這樣說是因為 我特別去把兩位的格鬥影片看了一下 騷打機的影片你們在YT搜尋一下就有 就賽事經驗也算相當豐富的我來看好了 這位韓森選手 他的技術方面可能不到非常頂尖 但是他的優勢是在於 第一個他敢打敢衝 第二個是他的身體爆發性其實還不錯 第三個即使他技術沒有到非常好 他的拳腳西軸接替上面非常順暢 很多的選手就算是經驗老到的 打比賽時身體還是會出自己習慣的打法 可能忽略掉了比賽可以用手肘 比賽可以用西裝 第四 基本的抗摔概念有 對付有練過地板的可能還不夠 但是他在比賽時有做重心向後的動作 表示他有基礎概念 並且能在比賽上做出來 第五個 我覺得他身材以格鬥選手來說還算蠻不錯的 看得出來是有花時間在重量訓練做維持 真要說給稍打擊的建議是 前面不要衝太快 除非本身全職重或是打擊精準 不然很容易在後期沒力時 被孫安佐抓到施放必殺機的機會 那孫安佐這邊 雖然他在記者會上說 目前他沒有發布任何他自己練習的影片 但我有看到他幾個月前 在武僧練習時的對打畫面 老實說光看內部 我覺得他跟五年前他與館長對練的影片狀況 其實差不多 後續他好像也有跟別人練 但我真心不認為他現在進步的速度還有狀態 有辦法跟稍打擊在場上打 雖安佐目前的優點就是體態練得不錯 但也僅此而已 那就看他怎麼在這幾個月去善用他這唯一的優勢 同時要改善被咒後代字沒有反應 以及學習保持移動 以免變成活殺包 雖安佐要贏 我認為唯一的方法是打一發爆擊KO燒打擊 不然沒有什麼機會贏 但我覺得各位也可以給雖安佐一點支持 畢竟每一部戲的反派 前面都必須背負大量的罵名 要等到很後面才有機會洗白翻轉人設 這一次也是因為有雖安佐當反派 本次的賽事才有大量的關注度 這點我想是沒有辦法反駁的 那順帶一提我是當天晚上的第二十二場 一人戰五男 不過當然是輪流上來 一次打五個還得了 台中的朋友也有興趣可以買線上票 或是到現場感受比賽氛圍 好啦我是Beefail 我們下次見啦掰掰 Beefail